好 兩位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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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兩位右邊 不是特地遷就我 每個人都遷就一下 難道硬要租責別人嗎 可以遷就一下 因為你知道拍電視的時間 差不多一天二十四小時 那誰遷就到 拍我先 那你就回去休息一下洗澡 沒有特別遷就誰 就算遷就一下我 很應該 而且我們的團隊很好的 見到誰這天開得辛苦 不如有什麼就先拍他 我們的團隊很開心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我們都是看著 之前我拍《一鵝六六忌》 有羅蘭姐收歌 羅蘭姐和收歌 當然不要讓總統告他 那當然是 下午飯吃完晚之後給他 但就不要超過晚上十二點下班 都是這樣的 一個就一個 那當然是年輕的就一些老人家 那我們當然就要 收歌羅蘭姐 就是這樣的 但你自己都好像很大的犧牲 要減了什麼 喂 你說我很大的年紀 很大的犧牲 其實都要遷就我了 我都不小的 哈哈哈哈 有沒有計過自己減了多少磅 我減了一次 其實呢 一路的人都以為我很肥 因為我沒有露對手的腳出來 其實我又不是肥 是幻覺來的 因為我是有少少肚腩 那你就覺得很肥 那你說麥包肥還是我肥 麥包我大隻 那我就肚腩 所以那次拍了抖音的片 我穿著T恤 穿著短褲 那些人懷疑我病 那些手腳那麼幼 那你是不是有事啊 其實就不是的 哈哈哈哈